25位小朋友一下子就把攝影捧擠得滿滿滿 7月17號上午一群來自不同國小的小朋友到台東地方電視台參訪 小朋友們相當興奮 工作人員也安排小朋友錄製主播 讓小朋友親身體驗當主播的感覺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播 我我叫彭聖祥 暑假一到最開心的當然就是學生了 不但可以睡到飽 還可以到處玩 不過在暑假期間最重要的 就是充實自己 7月17號上午就有25位國小同學 到台東地方電視台參訪 透過實際的操作 每位同學都成為一日的小小主播 有些小朋友表現十分搶眼 有些小朋友則是相當害羞 還有的不斷笑場讓所有人都笑開了 大家好我是今日主播蘇雲傑 暑假一到最開心的當然就是學生了 不但可以睡到飽 還可以到處玩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 我叫彭聖祥 暑假一到 到電視台參訪對於小朋友來說是很難得的經驗 大家都覺得相當特別 很少人可以進來就是這樣子採訪 就覺得 這樣子就 很 神氣的感覺 跟我在電視上看的地方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就是這個電視上後面有一個很大的螢幕 然後在這裡看不到很大螢幕 就是背景完全是綠色 我從來都沒有來過 為什麼想要當 因為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我 當一日主播的這個 影像的這個 體驗 然後我覺得 滿 對他們來講滿不錯的 透過上鏡頭實際的練習 小朋友不但能夠找到興趣 更可以在鏡頭面前表現自信 也讓漫漫長的兩個月暑假來的更有意義 東台新聞正會如張軍廷在東台新聞部攝影棚的採訪報導 你現在收看的是 台風人的電視台 奧斯台 耶